12月8日,平朝女团一场焦点战落下帷幕 深圳大学以3比0横扫山东鲁能,五战全胜 锁定循环赛第一名,也送给山东鲁能首败 第一盘孙一真和陈梦三比一前天一陈信铜 第二盘孙颖莎3比一王曼玉 第三盘陈梦三比二陈信铜 陈梦在女双和女单中双杀陈信铜 孙颖莎也压制住了王曼玉 取得关键战的胜利 山东鲁能和深大上演直接对话 两队赛前都是四战全胜的战绩,即8分 本场比赛争夺第一阶段投名,根据规则 循环赛排名第一的球队,可以直接挑选半决赛的对手 这一场比赛也认为是决赛的重演 孙颖莎和王曼玉在第二盘的对决,看点十足 两人是世拼赛的女双搭档,国家队队友 彼此很熟悉 前两局双方各赢一局,关键的第三局一波三折 孙颖莎4比1领先,被追至4比5 8比4领先又被王曼玉追至9比9平 好在暂停回来的孙颖莎把握住机会,连得2分 11比9带走关键一局的胜利 第四局孙颖莎没有给王曼玉太多的机会 以11比3拿下,大比分3比1取得胜利 四局比分11比4,6比11,11比9,11比3 从比赛中可以看出孙颖莎的准备是很充分的 孙颖莎一直在攻击王曼玉的中间偏反守卫 她的反守能力也很强,策略很对 同时非常了解王曼玉 孙颖莎表现强势,拿下关键第三局之后打出一波流 如愿拿下胜利 陈梦和陈信彤在第一盘的双打对接 陈梦取得胜利,到了第三盘 陈梦和陈信彤展开女单的对决 赛前陈信彤吃香蕉补充能量 没想到被摄像大哥抓个阵着 直接给彤彤整害羞了 她笑了之后扭过头去继续吃 非常有趣 到了比赛中 陈梦虽然6比11丢了第一局 但第二局她顶住了压力 大比分领先被陈信彤疯狂罪分 缩小差距 好在陈梦把握住机会 11比7拿下第二局 第三局陈信彤策略很对 打陈梦的正守卫 8比1开局 随后陈梦保护中路 多拍相持质量很高 追至8比9 但可惜还是8比11输给陈信彤 第四局陈梦在偶战中 以11比7拿下 拖入到决胜局 第五局的较量 陈梦关键球的处理更加到位 陈信彤的失误偏多 陈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